哈囉各位歡迎回到Battlefield 5 我是小J 那就在昨天4點4的Battlefield更新剛剛上線 我一直到今天晚上才有機會玩了一晚上 那我個人的體驗是我覺得這次的更新非常不錯 其實終於有一次Battlefield 5的更新沒有搞砸遊戲裡面原本有的東西 沒有增加新的BUG的同時他居然還修好了不少的BUG 同時還新增了一些新的遊戲內容 兩張新地圖還有兩張新槍還有很多的遊戲穩定性、槍支平衡 最重要的就是500 終於把等級升到500等了 大家沒有再被卡在50等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不錯 我把這次的更新筆記就開在我現在旁邊的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我把裡面稍微比較重要的部分 挑出來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次更新裡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全部的更新內容 因為那樣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挑出一些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首先我剛剛說了兩張新地圖 Loviton Island跟Provence 羅伏頓群島跟普羅旺斯 那這兩張地圖只有在小隊征服和團隊死鬥模式裡面可以玩 未來說不定會新增征服模式或是什麼 把它增加到64人的模式 不確定會不會有有可能有有可能沒有 所以目前來說如果你是一個平常 只喜歡玩征服模式的玩家 你可能會覺得好像有點跟我來說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玩團隊死鬥 或是小隊征服的玩家 這兩張地圖我個人認為還是非常不錯的 接下來就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水星地圖 現在也被加到小隊征服 裡面卻以前這個模式只有征服跟突破 所以現在小隊征服的玩家 你們基本上一次等於得到了三張新地圖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應該還是一個蠻好的消息的 接下來就是兩個新的武器 Pencilbuxer 39 Pencilbuxer 39 那這兩把我在Gamescom的影片都有跟大家展示過 也稍微講解過 那這會是在接下來兩周的正前浪潮解鎖 我個人認為這兩把以前都很有特色 所以蠻推薦大家去解鎖一下的 接下來修了很多的穩定性 還有crash方面的問題 那大家最關注的應該就是卡頓 我自己今天晚上玩的感覺是 你可以明顯感受到它有變好 但是還是有卡頓 所以我覺得DICE在這方面有成效 但是他們還有一段路要在努力 但是至少是有成效的 OK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要講到 這次最大的一個改變應該就是 武器平衡 簡單來說 衝鋒槍被buff 專士步槍也被buff 那衝鋒槍每一把槍它的buff不太一樣 但是總體來說就是 它的 腰射準度都變高了 基本上 所以現在衝鋒槍 我今天晚上玩的感覺是 很多醫療兵跑來跑去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衝鋒槍變強了的關係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DICE接下來似乎要對 終極槍 進行一連串的nerf 那在這一次就已經有一個非常 我不知道 就算不算是很強大的nerf 但目前終極槍的第一發子彈的後座力 垂直後座力 被上調了150% 那這個後座力會慢慢下降 直到你的第五發 它才會回到你原本的後座力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你趴著架腳架射你的終極槍的話 你的第一發子彈的後座力會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慢慢降下來 降到第五發才會恢復到原本的這個 後座力 那我今天玩的時候我並沒有去測試 我實在是不習慣玩終極槍 但聽說好像沒有太大感覺 我相信還是有差啦 但是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明顯的差距 不過DICE已經在接下來說 在4.6的更新 還有一連串對於這個MNG的機制的改變 所以終極槍會被改 我覺得終極槍不可能被加強 他最多就是被改弱 所以應該還有一連串的NERF要來到終極槍的機制上面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很討厭被終極槍那種趴著人龜死的話 終極槍要被NERF了 OK 他們還修改了 算式步槍跟半自動步槍 應該說自動填裝步槍也就是狙擊手的槍 基本上狙擊手的槍 他在穿透上面的傷害 基本上穿透的傷害會增加 據我的理解是這樣 但是 反坦克步槍穿透的傷害好像是降低 他這邊只有說他修改了穿透的傷害 但是好像並沒有去說他是調高還是調低的 可能是我沒有讀到還是什麼 總之穿透傷害被改了 那 我據我所知好像是被調高 但是反坦克步槍的好像是被調低了 然後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近戰的傷害也被調高了 從原本的27調高到了35 這是就小刀而言 但是應該每一種近戰武器的傷害都有被調高 接下來就是我剛剛說的 算式步槍基本上也全部都被調強了 基本上就是傷害被調高了 比方說 李恩菲爾德步槍的最高傷害從60變到65 然後他的最低傷害從55變到60 然後 古菲爾M95 從 傷害最低傷害從60變到66 所以基本上每一把 算式步槍 他的傷害都被提高了 這就是這一次的武器平衡的內容 接下來還有一些比較小的更新 比方說 現在你可以把自己的手帶給丟回去 我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你會需要把自己的手帶丟回去 就是說你把一個手帶丟出去 可能丟的不夠遠 你可以把他撿起來再往前丟一點 我不太知道 或者說別人把你的手帶丟回來 你可以再把那個手帶撿起來丟回去 可能吧 我個人最在意的一點是 現在降落傘可以比較早 拉開了 你們如果不知道現在BF裡面的降落傘 拉開的時間非常非常的慢 基本上你一定要從 超級高的地方跳下來才有辦法 基本上遊戲裡面都沒有足夠高的地方 可以讓你使用降落傘 你從鋼鐵熔爐的那個橋上跳下來 你都來不及拉降落傘 所以 目前降落傘在BF裡面屬於一個非常無意義的存在 但這一次更新之後 降落傘應該就會比較像之前我們在BF1還是BF4裡面的這種感覺 現在 反人員地雷前段時間被nerf了很多 現在反人員地雷又被 稍微buff一下了 你可以 首先你死掉之後你的反人員地雷不會消失 而且你可以把他們稍微擺得再近一點 接下來就是一些比較小的更新 比方說 有些人可能你們的武器大師任務好像會卡 現在好像大部分的這個 照理說都把它修好了 至於是不是真的有修好那就不知道了 這就是差不多這一次裡面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更新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更新 我個人覺得是好像沒有那麼那麼重要 但是如果你們有興趣要看的話 在底下最欄裡面我會放一個完整的更新筆記 不過是用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了解的話可能需要去翻譯一下 那我個人認為這一次的更新 首先他沒有搞壞東西 這已經就我們阿彌陀佛 那他同時修好了不少的bug 然後還有加上一些新的遊戲內容 我個人覺得我們不能夠 以這個更新去稱讚大師 因為說真的 這比他們犯的錯誤相比要來的差太多了 但是至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真的我們 我們現在對於Bellafield 5 想看到的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這一次的更新 大師他們自己也說 他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人力心力在這次的更新確保 這次的更新不會再出任何的差錯 而他們的確做到了 所以 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 重新拾起一點點 對DICE他們的這個線線 希望 接下來的4.5 4.6的更新不會 再重到以前的負責 而是能夠保持 像4.4更新這樣子的氣勢感覺 OK 總之感謝你們大家的收看 在下面留言告訴你們 你們對於4.4更新的想法 或是你們會不會考慮回來玩Bellafield 5 感謝你們 我是小J 我們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